大家好,我是Felix 大家好,我是Sele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两天不管是在西班牙的电视新闻 还是社交媒体上 几乎都是只有一个话题 那就是Coronavirus 这两天西班牙乃至欧洲 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快 非常的严重 西班牙在今天录制的时候呢 已经有3000多例了 这两天我在El País这个网站上面 看到一个Gia Plática para el coronavirus 就借用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国内的小伙伴可能很多地方的疫情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学习一些相关的细语单词 而在西班牙的同学们呢 就需要更加重视一点了 我希望这个教学视频呢 你永远不会用到 但是如果真的不幸中招了 敲下桌子 希望今天的一些词汇会会帮到你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在这个 guide里面呢 他介绍了一些新冠病毒的症状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症状的症状 哪些症状的症状 还有其他可能的症状 比如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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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鼻子 還有可能的症狀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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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過 主要的症狀以後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 guía上面 說了那些 我們需要注意的 防護措施 ¿Cómo se puede prevenir el contagio? en primer lugar según la guía dice 常洗手 而且需要用酒精 消毒 或者是用肥皂 去好好的去洗手 en segundo lugar tosa o estornude cubriéndose la boca y la nariz con el codo flexionado o con un pañuelo 第二條 講的是 我們 咳嗽 和打噴嚏 的方式 這裡面呢 有兩個詞 一個是 咳嗽 第二個是 estornudar 這個詞可能會有一點難 estornudar 是打噴嚏 的意思 就是在告訴我們 打噴嚏的時候 盡量用手肘 el codo 手肘 把自己的 口鼻 蓋住 或者呢 用一個手帕 把自己蓋住 以免傳播 其他人 第三條 避免 咳嗽 眼睛 嘴 嘴 就是叫我們 不要用手 摸自己的臉部 摸眼睛 摸鼻子 摸嘴巴 尽量控制自己的手部動作 不要去 有這些臉部的接触 四點 保持 1m 的距離 你 與其他人 尤其 那些人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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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和別人 保持 至少 一米的距離 特別是和那些 正在咳嗽 正在打噴嚏 正在發燒的人 最後 避免 最多的聚會 意思就是 盡可能的 避免 去到人多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 這五條呢 因為用的對象都是 usted 所以用的都是 對於usted 這個起始句 比方說 la vese dosa estornude evite mantenga limite 這些都是用在usted身上的 是更加正式的一種講法 那麼在這個guía裡面呢 我們還可以找到一些 其他的有用的信息 比方說 在西班牙如何去做這個 新冠病毒的檢測 還有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可能得到了 需要去做哪些事情 那麼一般來講呢 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可能得到了這個 新冠病毒 你要做的呢 是去給當地的醫療中心打電話 下面我會把西班牙各個大區 所需要的電話列表貼在這邊 方便各位在西班牙的小夥伴們 以防不時之需 我也會把這個guía的連接放在視頻的下面 現在最重要的是 quedarse en casa y cuidarse Elena說的沒錯 現在最重要的呢 就是不要亂跑 留在家裡 好好的保護自己 希望大家多多保重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今天這個視頻 或者覺得這個視頻很有用 歡迎在B站和YouTube上面 關注我們 給我們點贊 那麼我們就下次再見 hasta la próxima hasta la próxima